大家好 歡迎收看就是娛樂之阿宏報行 我是阿宏 對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就是娛樂之阿宏報行 我也是阿宏 大家好 怪怪喔 哪裡怪 我掛金扒連 你要掛金扒連 我穿白色的唐裝 你也穿唐裝 我抗黑人的 你要抗黑人 你現在怎麼樣 你現在要給我難看就對了 沒有啦 我比較委婉的跟你講一下 我今天來就是要來踢館 所以要有雀戰糾巢就對了 大人八 糾戰雀巢啦 你給他吐槽 沒有 不是吐槽 這觀眾要知道正確的是怎麼樣念 觀眾朋友 你要知道 我們這演藝圈它是有倫理的 你快點 你既然說你想要來這個地方 要來雀戰糾巢 雀戰雀巢 雀戰雀巢 你有什麼樣的條件你給我講 我是演藝圈的新生代 我有活力 我有熱情 我就衝著這股活力跟熱情 我今天覺得 自己有材料坐在這裡主持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你也知道 狂野光是有熱情它會不會紅 它不會紅啦 對不對 有材花嘛 你沒有材花你紅得起來 材花我是不知道 材花 但是我今天你有的我也有 你沒有的我還比較有 我有的 你也有 對啊 我沒有的 你有 對啊 我沒什麼 你沒什麼在問你自己 問我呢 我沒有負債喔 你有負債 我負債雷雷 你給我看看 負債雷雷還想來這裡賺錢 你有什麼 還有什麼東西 你有作例 我也有作例 你也有作例 我沒有作例 來 你什麼 你怎麼看得到自己作例 你會嚇一跳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 各位 今天我主要介紹一下 我叫做 酸仔 酸仔你看這個名字很好聽 觀眾朋友 這個作例的早 你怎麼有名字給酸仔 實在有夠難聽 你怎麼去給酸仔 酸仔這麼難聽 酸仔不錯 它好吃 夏天大家都要吃酸仔 有啊 但是你知道 酸仔對酸仔 對酸仔 對酸仔不好 你跟我說一下 對啦 他說也有道理 酸仔對男人來講 那算是隱吉 對啦 隱吉啦 那不好 不好 不是 不然 歳阿威 我叫做菜比較好 對 你自己想一下 你們如果要自己 refres 那名字很重要 你要不要取一個 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 到時候就有記憶點了 那我隨便問一個你就知道了 看他跟本人的那個差多少 劉福榮你知道是誰嗎 劉德華 妳怎麼知道 很簡單啊 很紅啊 大家都知道 胡志雄你知道是誰嗎 胡瓜 對啊 瓜哥 很紅啊 好 那我問妳 胡瓜跟胡志雄誰比較紅 一定是胡瓜的嘛 對的 胡瓜 一定是藝名比本名紅嘛 對不對 我問一個叫 洪勝德 像 妳有聽過嗎 像 我不知道耶 我沒有聽過 洪勝德 沒有耶 洪杜拉斯啦 洪杜拉斯你有聽過嗎 洪杜拉斯 沒有耶 妳是聽過嗎 妳是聽過嗎 沒有 妳怎麼會玩這麼難看喔 沒有妳看網友知道嗎 洪勝德就是洪杜拉斯 沒有妳看網友 有人知道嗎 大家都知道耶 有啦有啦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啦 所以說 胡瓜名的很重要 妳不人叫選啊 壞點啦 我沒有叫什麼 對不對 沒有妳想要叫什麼 沒有啦 我問妳啦 我告訴妳 常常在路邊 看到有那個牌子上面寫 青仔 沒有我叫青仔好了 對 青仔很紅的啊 妳也知道耶 很多的我們在國書公路旁邊 路高流道下去有沒有 我們如果經過一個賓 兩桌在那裡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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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那邊是說青仔要50 對 這是暗語啦 青仔很能呢 沒關係啦 他四處都可以看到 又有親和力 叫青仔不錯啦 對啊 比較有記憶點喔 對啊 叫起來很順耶 對啊 青仔 觀眾朋友 以後看到這個 這個叫做青仔 青仔 希望說 現在一個演藝圈能夠閃閃發亮 對 如果真的這個名字不好叫的話呢 我們想辦法再把它換掉 對 要換也是我來換 對 我是曉得喔 我曉得 我叫妳來 對啊 不然妳的走力 妳的走力也介紹一下啊 我走力也沒有 會寫啊 嗨 我們現在在Live 對啊 妳現在做什麼事情 那兒子頭都有看的 妳現在是在喝茶嗎 我也不知道啊 妳怎麼不知道啊 我站路站起來 又來啊 站路是什麼啦 站路是 妳是站路 站路 走路啦 走路 走走 想要去吃飯 就去用團來這裡 對啊 妳是青仔就去用團來這裡 對啊 我也不知道啊 妳覺得妳知道 前面坐在這裡 妳是做我的助理妳知道嗎 不知道啊 妳是誰 對 我是誰 妳很沒力 我還想問妳是誰 我也不知道 我是誰 妳誰不知道 妳前面 好… 我跟你說 妳今天喔 我們四個作為啦 對啊 妳做的作為 反正妳大家不知道 全都好 都沒關係啦 妳要有個名字啦 不然妳叫做蝦子好了 蝦子 因為是青仔嘛 妳叫做蝦子嘛 還可以到這裡邊 就不愛聽了 妳把妳財富這樣回過 不愛聽了啦 不然妳叫什麼名字啦 我是要叫玫瑰 嗚呼 斷美麗 斷美麵 玫瑰 很不爽耶 玫瑰 叫玫瑰實在不是說很好 一般的酒店都叫做玫瑰 妳在等我開心 妳等我開心喔 我都叫荷花 沒有啦 好 我聽起來 玫瑰很高 玫瑰不好啦 我整個叫春桃了啦 春桃 妳叫蝦鳥啦 都不愛聽了 都不愛啦 不管妳叫蝦子就對了啦 好啦 剩菜啦 妳說的都對了 我們試一次看看啦 好 我們看這個史論文啦 好 歡迎收看 娛樂 就是娛樂之 阿紅布貝啦 我是阿紅啊 我是蝦子 我是蝦子 你是蝦子啦 蝦子 可以 我覺得他盡力了啦 他盡力了啦 講國語啦 練得很辛苦啦 觀眾朋友啦 因為我們這裡沒有字幕 我盡量叫他以後 說會先說國語 但是他有認真的學台語啦 但是不說那麼簡單啦 簡單 這個冰凍三尺會一日之寒 一日一日 什麼 為什麼要採用這個 你在唱和音嗎 你就慢慢的講國語就好了啦 國語可以 國語啦 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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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講國語就好 國語好 觀眾朋友我看到你的時候 就覺得很有親切感 好… 因為你比他們都還要笨耶 好… 什麼 這就是我的助理啦 對… 你我也有 人家說 請拚要有才華 對 對不對 你真的有才華 我才華 說出來 怕死你 真的 我跟你講 我又不怕怕過 我沒有在那補新聞 我沒有在那坐在那製作 我的朋友很多 我好朋友很多 我青菜球就大咖來到現場 青菜球 青菜球 我們在青菜球一下 青菜球一下就吳清風 青菜球一下就吳宗憲 他都是我的好朋友 最大咖的 很大咖的 憲哥耶 都是你的好朋友 沒錯 口徑你的演藝圈裡面 應該有很多作品 我請教你一下 你沒時候我主持過什麼樣的節目 我告訴你 我… 我現在沒有 你沒有出一次節目 你沒有啦… 你給我看看 直播節目 你如果生日黑白說 明天才人家就客訴了 我的意思是說 我雖然說現在沒有節目 也就是說我以後一定會出頭天 你也出頭天 他說要財財 我財財 我跟你說 我叫他們唱歌 吳清風跟憲哥兩個人合唱 來 看誰過來一下 山頂黑狗兄來一下 來…唱一下 我好頂這個黑狗兄 其實沒中的消極 吳宗憲 吳宗憲 頭有十九晚上 一陰打扁 無中 有清風 你看幾三遍 吳宗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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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唱啦 我會慢唱啦 這樣沒辦法 拜託一下 知道嗎 要先電一下嘛 不錯嘛 很厲害 這樣沒辦法啊 對啊 喝了什麼都沒有啊 什麼我什麼都沒有 你都沒說 對啊 你也拿出來啊 我電台做是幾年你敢知道 不知道 幾年 七八年了耶 對不對 七八年了 七八年了 我是購什麼 我是購買東西的耶 買東西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已經這麼賣 買東西了 我們在店裡這個地方 你的才華不錯 才華不錯啊 今天你有機會讓我坐在這裡 你也要加油 但是啦 早安 發生一行 最為了這個 可怕的事情 可怕的事情 對 竟然啦 一個在那邊的棚裡面 攝影棚裡面 淚灑攝影棚 為什麼 這麼嚴重 這麼漂亮的一個噪音啊 對不對 像你 蝦啊 你如果靠 都會心疼 更何況 宜佩 你這樣比較怪怪 怪怪 但是宜佩是比較漂亮啦 對… 漂亮… 在直播的現場 靠到類人而一樣 為什麼咧 為什麼 我們來看看是怎樣好不好 好… 怎麼靠到這樣 為什麼柏妤哥 會跟你討論說 我們的節目要換你來主持 沒有吧 他有這樣講嗎 他寫 第二句說如果換你來主持 你會有意願嗎 是怎樣啦 蛤 不是 你有看到什麼嗎 上面有寫什麼嗎 那為什麼這沒有刪掉 這沒有刪掉 因為就是要給你看的 覺得被宜佩看到也不錯 而且你看到那個時間 就是我們剛剛在化妝的時候 我們設下了這場騙局 蛤 什麼啦 對 你看一下我們傳對話的時間 就是我們剛剛在化妝的時間啊 什麼啦 沒關係 等一下柏妤哥會出來面對 沒有關係 等一下柏妤哥會出來面對 那怎樣啦 下一段 進廣告下一段他會出來面對 他哭了耶 柏妤哥姐 到底是真的假的啦 是整人的還是 是整人的還是 他開玩笑的啦 是整人的還是怎樣啦 是整人的還是怎樣啦 真的 這個是有哭啊 真的有哭啊 有一點像羅生門喔 到現在還是一個不知道的答案 為什麼 對啊 我們四個人坐在這裡 我們四個人坐在這裡 他又是你的助理 你是我的助理 對啊 我們兩個都是阿鳳 對啊 我們兩個都很漂亮 對啊 一個他又是青仔 一個叫修仔 對 人家現在在日本 被蒙在鼓裡啦 隨到渠成耶 這個就是一種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先把它撕開 回來之後 人事已揮啦 就是我們四個人了 釣虎離山之際 有一句萬人說得很好 說大人爬去 孩子接他 他一離開我們就坐下來了 對 所以小人哥 他只是一個黃子 真正的主持人的就是我們四個人 是我們兩個 謝謝啦 待會兒我們再問問他 他日本喔 日子過得怎麼樣 要是我 我是沒有辦法過得很好 好 說回來 我們再看看台灣歡迎光明的五六新聞 海外見到 好 馬上回來就是娛樂之阿宏補賣 馬上為大家報告一下娛樂新聞 來 第一條 第一條就是動作巨星成龍大哥 他又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喔 你知道他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 之前有犯過一次啦 有道歉過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他太愛玩了 哎呀 男人愛玩很正常嘛 對不對 不要玩火就好了 他玩火 他玩火 他也跳樓咧 玩得 那是為了工作有什麼關係 跳樓 那他還要跳溪 而且還跳大樓 跳飛機 從來都不用替身的 超強 對啊 而且成龍你看他身上 通通都是那種紀念的勳章 勳章 都有受過傷啦 男人的勳章 開玩笑 我跟你講你看看他的鼻樑有沒有 很大 是斷掉過的 真的 我有看過 對啊 我跟你講 鼻樑如果是沒有歪的話 他不會紅 一定要斷掉過之後再接回來 他就會紅 你現在 這罐就沒有了 這罐就沒有了 不可以這樣子啦 其實每一個藝人 都希望說把最好的這一面 呈現給大家 當然 對 每一個人呢 其實在出道的時候 都已經曾經 有很悲慘的一段故事 是啊 沒錯 有一個很有名的知名的藝人 叫做洪杜拉斯 他比成龍更可憐 我們再看過一段他的報導之後 我們再來講洪杜拉斯 來看一下成龍的電影 來 武打巨星成龍又來啦 這次他率領著一群 小鮮肉出席電影發布會 仔細一看 這群猛男陣容裡 竟然還有台灣男星王大陸 聽說他可是由天王劉德華 親自向導演推薦的人選喔 不過拍武打片 還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耶 有多困難 來來來 讓成龍大哥說給你聽 在零下十八度拍動作片 哇 你趴在那個火車頂 還要拿大風扇吹著 那個導演那個風 而且我們不是頭髮 要隨便拿個小風扇吹一下就 我們穿著那種 他要皮在動 拿那個大風扇就喝啊 我跟子濤兩個趴在那個火車頂 那個手啊 鐵是冰的 你那個真的拿不起來 這個畫面是有點難想像 讓成龍換個說法 讓你知道現場有多人 你可以真的小個便 你小真的不便 小完便在那個 完了就走回來 大概三十秒吧 你回來可以把整片尿 拿起來 今天要有黃色的在動 就這樣子 哇 飛出去 你現在就 快 我一起來 你們現在都有這麼多 OK OK 我們真的知道很冷了 不過成龍大哥 尿不是拿來這樣玩的啦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哇 很厲害喔 那一片真的要滿大一片的 很敢玩耶 你敢玩嗎 如果是冬天的話是還好啦 因為是硬的 你會受傷 他如果打到你 然後他又融化 那一瞬間那個感覺 重點不是帶那個尿好不好 重點是在零下18度拍戲有多些 不像黃色的重點嘛 我剛剛就有說過 我們每一個藝人 其實在進入演藝圈的時候 到時候遭受到那 很多無可奈何 是 我講一下一個故事 講完之後我眼淚都要掉下來 像洪杜拉斯耶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洪杜拉斯 最早的時候要出道的時候 他接的第一部戲裡面 一個鄉土劇 他第一個角色 是要到河裡面去演屍體 天氣兩度 兩度 兩度喔 很冷 很冷 一氣的時候 他說 怎麼大家都穿金大衣 皮大衣 我就穿這樣子 他說什麼要穿這樣子 不能穿 直接把上衣脫掉 因為你要演屍體嘛 演屍體也可以穿啊 沒有 他就是不能穿 導演那時候很龜毛 不行 不能穿下去 要龜下去泡 光是那一場戲 因為有個小孩子 要去從那個河邊 把這個屍體拉出來 恩基了28次 那個小孩子 那洪杜拉斯泡在水裡面很久耶 好像跟泡 有腫嗎 泡好久 泡了這個會腫起來 怎麼這樣腫起來 嘴唇腫起來 凍傷對不對 對 你知道嗎 你如果是感受一下 那種兩度 失溫耶 然後呢 導演跟你講說 那個洪杜拉斯啊 你的嘴唇 不能一直打架 你這一直打架 你就死得不徹底 這哪控制得了 真的控制不了對不對 一個人的潛力是無限的 洪杜拉斯煮頭到尾 撞到的 這邊有沒有看到微微在動 微微在動的感覺 這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因為那個Malit看得很清楚 你的一舉一動 有一點動 或是那個呼吸會碰一下 都不行 好不容易終於完成了 是 他上了案之後 導演給他拍一拍 有前途 後來呢 這個導演就跟洪杜拉斯講說 以後 易用屍體啦 對… 易用 他說以後每個事就找他拍 從此開啟了 洪杜拉斯的演藝生涯 光講這一則 要哭了 我人類都要哭了 每個人都有心酸死 真的耶 待會兒有時間 再聽聽你們的心酸死 我們這邊也有新聞 來 請問 什麼新聞跟大家說 沒錯 就是我們的余文樂 他經營的潮牌店 又開新店了 恭喜他 恭喜歸恭喜 但是呢 還沒有開始正式營業 他臉上就掛菜 見紅大吉 到底是怎麼樣呢 來看 趕緊余文樂的潮牌 在大陸開心一點啦 活動當天 余老闆本人親自現身 不過一上台 就被大家發現 他的鼻樑上 出現了一道驚悚的血痕 雖然余文樂本人很Man的 隨便擦一下 就繼續上台致詞 就讓粉絲們心疼直呼 好人瘦好香菇啊 沒有 剛剛後台刻到 然後刻到鼻鼻子 所以流點血 沒關係 開箱大吉 沒有怎麼處理就 見紅 對 因為剛刻到 剛刻到就得上台了 是在上台之前嗎 是在上台之前 是因為那個帳篷可能是 對 可能是後台太急吧 唯一擔心的不是疼不疼 是怕影響到拍戲 應該沒事吧 雖然不知道余文樂在後台是 這樣撞 這樣撞 還是這樣撞 大航看起來是沒有太嚴重啦 不過工作事業都順利的他 在感情生活 一直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連好友楊千華都替他著急 也不斷替他介紹女朋友 他跟我介紹的都是開玩笑的 他都介紹一些 就是開玩笑 反正他都沒有新介紹給我 就是我會努力的 反正我明年 我答應大家我努力 努力 就是除了工作以後 明年再花一點時間 希望能碰得到 好嗎 你看看 藝人經營副業要很辛苦 有啊 我們圈內也有很多人也是經營副業 像是那個畢哥啊 馬國畢大哥 他開計程車有沒有 賣飲料 賣餅 然後還幫忙賣麻油機 也是很認真啊 而且他之前因為 有一些比較不好的事 所以他現在很努力在工作 他那個鐵人山項 他跑回重點的時候 不要說他哭啦 他媽媽都哭了 對啊 113公里耶 天啊 113 鐵人山項他真的親自下去跑 他親自跑 但是很多的藝人朋友們 要去經營副業以為他很好賺 但是你如果不小心一點 會血粉無歸 例如 像我們有個很大咖的啊 對不對 這個不能講名字啦 不能講 他那LED賠太多了 很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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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藝人就是服務業 就讓大家開心一下 你如果要去做別的行業的話 你要親力親為 不然錢都是血汗錢 一投下去都好幾百萬耶 那個沒有拿回來那種心情 會很鬱悶耶 鬱悶 但是有些藝人朋友 他們會把他們的主業 跟他的副業分開 分開 有人的副業是當藝人 誰 有什麼副業 有這麼不認真的藝人嗎 就是來插花一下 你最知道 跟你最熟的 他每一年到了什麼過年的時候 都會開始對不對 例如說我們的那個台灣 他要打造成台灣的歐巴的 詹維忠老師有沒有 因為主業是算命師嘛 對 聽說還出唱片多好想 他現在什麼誰是醜八怪 誰是醜八怪 你就是醜八怪 你最醜了 這邊醜八怪 對不對 我們心情 不要想起 不要想起 因為他是副業嘛 對不對 我們的主業是藝人嘛 對不對 還有一個更可怕的 那個胖嘟嘟的那個白雲 國宏 李國宏白雲哥 他的主業是生前契約的嘛 賣鈴谷塔那些東西 對 賣鈴谷塔 之前好像有賣 他之前是拍三集片 那個太之前了 太之前了 太之前了 那好之前喔 其實都知道喔 都知道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真的要經營戶業的時候 要看清楚 對 還是做藝人比較開心 是 我們這一段的廣告給你來Cue 那我們進廣告 進廣告 這麼快 嗨 歡迎回到就是娛樂之阿虹 報賣 我是阿虹 嗨 我是情仔 你是憑啊 情仔是我們家的啦 你是情仔 什麼都要唱 什麼都搶 你不會說 你安老的來到這個地方 大方都不會記的 名字三個話不說 我剛剛嚇一跳耶 你臨時取得 我不會記啦 不會記的啦 不會記的啦 不會記是什麼 好 觀眾朋友 有啦 現在一直點過 我們不要再點了 一般人家開始說了不說得好 麻煩給我報一下新聞一下 好 講國語就好 好 張子儀的新聞 張子儀現在不只是國際巨星 他還改行當老闆娘啦 張子儀喔 對 我跟你們說一下 真是爆料 紅杜拉斯的夢幻情人就是張子儀 不要什麼都扯到紅杜拉斯 你不要一直提到紅杜拉斯 我們要辦什麼 你們要先進新聞 一出現率就等下再聊紅杜拉斯 你進新聞你就進新聞 進新聞 你進新聞一下 黑色景深上衣搭配紅色長裙 張子儀日前一身版娘look 出席美容科技產業發布會 但是今天的她 不是來站台的明星 而是個投資新鮮人喔 我覺得挺新鮮的今天是來的 因為以往我出席的活動 基本上就是跟我的作品 跟我的電影有關 那今天是以所謂的投資人的聲調 然後我覺得對我來看她 好謝謝 好棒 對很 就像個 有點像一個學生的那種感覺 雖然對投資產業才剛入門 張子儀卻完全沒有一絲菜味 對於投資項目的選擇 張老闆也很有自己的看法 因為其實現在市場上 其實在商業的這個商圈裡面 有很多很多很時髦的概念 就是每一個人都會在創業 然後每一個人都會有很多的 很高科技的 會認為很先進的 很有個性的想法 但我覺得就是在這個 這麼多商業模式播背後 其實你看的是人 在市場對還有他們的創新是什麼 不愧是國際巨星換個身分講話 還是超有guards的 相信最正版娘張子儀 一定也能在投資市場闖出一片天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看起來好像很有投資理財的頭腦 張子儀現在已經是國際的大巨星 沒錯 他們現在很多人都很喜歡 搞這種創業投資 有個叫什麼StarVenture的 然後就去投資什麼科技產品 生技產品 然後就算是當作自己副業的感覺 其實因為很多藝人朋友 他的知名度水漲船高 當他們經營生意的時候 當然他會有他的影響力 但是我覺得我真的感覺 張子儀心運真的很亨通 怎麼樣 真的耶 對啊 我這樣子講你就有感覺了 有… 早期的時候 李安大導演拍那個臥虎場 浴交龍開始 聽說第一 剛開始的時候不是找他的 不是嗎 那找誰 本來是要找那個舒淇 後來舒淇她因為那個什麼 結果沒有演 哪個什麼 哪個什麼 講得有點太含糊了吧 哪個什麼 就武打 武器八代多了 那個也可能會傷到皮膚 張子儀我不害怕 一拍整個大大 真的就從那時候開始 直接跳三跳 跳上去之後 跳三跳 跳三跳 身價三級跳 一個吃一層一層一層跳上去 後來人家拍那個一代宗師有沒有 是 你說話很白話 你確定他是你的助理嗎 他跟你吐槽是沒有在手軟 真的喔 跳三跳是什麼 就是 你現在坐在這裡 你有可能會掉到那邊去嗎 來啊 來啊 沒有啦 師父 我敢說你捨不得我 我沒想過 你沒想過 我沒想過 沒有啦 主要是在講張子儀 他第一個就是這樣子之後 整個人身價翻了好幾倍 後來人家拍那個一代宗師 是 裡面的公文那個角色 本來也不是要找他的 不然 王家衛你知道嗎 知道 很熟嘛 很熟啊 那個什麼2046他拍的 很熟很熟 老王嘛 老王 沒有當那麼熟吧 隔壁 他當初拍戲的時候 沒有結本的 他講到哪裡就演到哪裡 講到哪裡就演到哪裡 梁朝偉都是演他的戲 這麼free 所以龔麗那時候 沒有腳本 我沒辦法演戲 因為有些負責任的演文學說 我一定要有本 我看了之後 我又演得才會開心 你什麼東西都在你的腦袋裡面 我怎麼演啊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樣都要你來修正 就龔麗他就不演 張子儀就來演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什麼 撿人家不要的都會紅 對啊 連他老 老什麼 老師 老師都稱讚 老師都說他這樣子 老伴 老是這樣子 老是這樣子 所以你知道嗎 客家裡面 不要說怕辛苦 真的 該叫你下水就要下水 比方說叫你 要去踩健康步道 就要去踩健康步道 我就踩 你現在叫我踩健康步道 我也踩 您打來我就踩 好 現在馬上拿進來 他會害怕 對啦 會害怕 其實也不會 踩久就習慣了 對啊 我們來講一個比較 我們來講一個稍微緩和一點 不要讓他那麼下的新聞 而且是跟公益有關係 溫馨的 我最喜歡溫馨的新聞 對不對 溫馨的 來講一下什麼新聞 要來聊一下我們的方智友 他是辣媽了 而且他出席了一個 照顧遲緩而的公益活動 他呼籲大家要多多關心 周圍的小朋友 對 但是被問到說 要生第二個的時候 他好像說 不要 會氣笑 到底是怎麼回事 來看一下 等一下 唱媽咪方智友 26號出席公益活動 近日時常在臉書上 分享瘦身成果的他 活動當天穿著黑褲更顯苗條 完全不科學啊 離我的目標越來越接近了 然後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讓自己的體力也更好 就有更多的力量 可以照顧海 老公有感受到你在過程的 說老婆變美了什麼之類的嗎 他就一直說 好像有瘦喔 好像有瘦喔 然後但是呢 又會說 那你要記得要持續喔 要加油喔 方智友在現場 與小朋友的互動 完全是媽媽魂上身 去年8月產下可愛女兒 Mia的方智友 探眼女兒完全遺傳老公的古靈驚怪 真的是超級可愛的啦 小孩子嘛 本來活動力就會特別好 可能我本身也很喜歡小孩子 那我其實以前在拍戲的時候 也曾經有到宜蘭的深山部落過 然後那時候也是跟孩子們 都打成一片 可能因為自己本身也很幼稚 所以跟小孩子的頻率很相近吧 不過方智友也說 目前對付一個Mia就夠啦 無法想像萬一生了第二個Mia 第三個Mia會有多瘋狂 我會瘋掉 哈哈哈 對 因為真的有時候一個都很慌張了 然後 而且總不能說 比如說他們在場當的時候 就一直給他們糖吃 或一直給他們餅乾 這樣是不對的 最近偶像劇中飾演 壞女人角色的方智友 在裡面演出真的是 讓觀眾氣得牙癢癢 不過他也說 雖然當時情緒較負面 但回到家看到天使女兒 就完全融化了 有時候當時候拍的時候 回家的情緒都比較負面 但就是真的小孩就是天使 他們就是再頑皮再野 都還是妳的寶貝 所以就是 都是靠小朋友來療癒自己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來 講規講 講規講說生第二個會瘋掉 但其實是很多藝人說 不要生不要生 還是生了一堆 對啊 你看像我好朋友 阿翔 如果說像妳的話 就生第二個 明天就頭一條了 我沒有啦 自己爆料 對 像阿翔有沒有 他那時候生了一個 說不要再生了 就生了第二個 生了第二個就說 不行...不要再生了 然後生了第三個 因為他沒有控制好 又生了 阿翔已經生三個了 三個 他老婆沒有說會瘋掉嗎 當然沒有啦 有小朋友總是好事 但是沒有控制好 都是甜蜜的負擔 小可也生很多 對啊 也三個 厲害 黃鐙貴生的也三個 真的 好厲害 小可姐跟Ben哥有一次說 他們為什麼生那麼多 因為他們所有家具都是床 沒有別的 這是一種暗示 連沙發都是沙發床 全部都是床 對啊 但是其實在台灣少指化 聽說在過幾年之後 台灣變成一個老人社會 所以我們年輕人 如果有體力的 多生兩個沒關係 政府養你們 你講得很大聲 你在喊話嗎 你在喊話 不敢講... 我們要大聲疾呼 不過黃之友其實 他做這樣子的公益活動 讓我們就很感動 藝人做公益活動 其實要多多的報導 其實很多藝人都在做公益 對啊 我們舉一個 我們康康就好了 康康 康哥 不是土中康 不是康進龍 康進龍 你看他到那個跟生人的地方 做表演給他們看 然後希望他們自己能夠感受到 那些所謂的社會的溫暖 有些人真的是 重新再過一個 另外一個生活的時候 都會想說康哥 你人真好 都沒有辦法給忘記 對不對 像謝忻也是經常做一些 故意的活動 他不是謝忻 他是親子 親子 但我有聽說有一個 他怎麼說 你跟謝忻長得很像 真的嗎 沒有 我比較漂亮 他比較 有人說他像Selina Selina 都是美女 你說沒那個朋友怎麼講 他有時候就是那個便當沒有吃 他就會把他拿去送給遊民 因為就是基於一個 食物不要浪費的概念 就去發給他們吃 我覺得這樣子 也是不浪費的一種美德 真的喔 對 這樣看起來不錯 真的媒體都不要這樣子 報憂不報喜 對 尤其是有些這個 藝人朋友做的公益活動 希望媒體多報一點 真的 人家棒球隊 人家做了那麼多公益活動 幫助弱勢團體 對 也要報一下 對 藝人很關懷這一個社會的 很有愛的 對啦 簡單兩分鐘 說過過啦 我們繼續來討論 來 進廣告 來 歡迎回到就事於樂之阿宏 報賣了 我是阿宏 我是牙 牙是什麼啦 牙好像是蚵耶 牙是都漏了 對 背來背去 連木曜前所都記不懂的皮 你們有沒有那個Google翻譯 你們講說妳叫葉子就好了啦 每次聽到妳講蚵仔仔 我心裡都覺得 葉子 可以講國語啦 可以啦 可以葉子 來 給我報導一下下一則的新聞 好 搖滾女爵楊乃文回來了 時隔三年喔 她終於又發片了 又發唱片就對了 有人說她的那個後面的相片 拍得比以前還要年輕 真的假的 這些都是 攝影師的音樂 對啦 真的 看見就知道了 不是 就是攝影師很高興 但是有一種角度拍起來 能夠顯現是她更年輕 對 到底有多年輕我們看一下 好 來…看一下… 搖滾女爵楊乃文睽違三年 不是 是睽違兩年多 即將在11月16號 推出全新專輯 這次更早來電子搖滾團體 量身打造 絕對會帶個歌迷不一樣的楊乃文 另外大家也注意到 楊乃文為了造型需要 再度剪了瀏海 真的是超有女人味的啦 這次算是快的了吧 三年 不到吧 好像是快 但是沒有 所以兩年多 咱們就說兩年多好了 其實也只有 把髮型師幫我弄的時候 可以這樣 平常我只要把它旁分 應該沒有人習慣有瀏海 是在眼睛中間的吧 眼瀏海變更甜美 沒有 沒有更甜美 楊乃文也透露自己其實是個拼圖孔 曾經花了五個月的時間 完成四千片拼圖 拼圖通常你會先拼外圍 但是剛剛那個外圍是我最不熟悉的東西 最球型的拼圖有拼過嗎 沒有 你有嗎 有這種東西嗎 有 有 小熊回音頭 有球型的拼圖 明年即將出道滿20年的楊乃文 也霸氣的說 不會為了辦演唱會而辦 其實我還蠻榮幸的一直都有持續在表演 對 不會把出道20年這件事情 然後看成一個好像一定要去做巡演的動作 那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好 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真的很漂亮 真的又年輕又漂亮 但是一個藝人出專輯 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 每個人都在一個時候 一定要以為他有一個作品 對 對 但是真的很漂亮 聽說他還滿會拍照的 拍照 每個人都要會拍照啊 對啊 角度找得好 拍照是沒辦法 可是我是覺得 現在因為手機這麼盛行 人手一擊 每個人拍照真的很會騙人 對啊 照片 不然怎麼叫照片 照片是騙子的騙子 都是那個騙子 炸騙集團的騙子 對啊 那我們來試試看 怎麼樣才能夠把照片拍出來騙人 好不好 拍出來 可是有的時候是人的問題 不是 對 公立啦 公立啦 好啦 你試試看 怎麼樣才會把我們這個臉 身形拍起來比較好看 比方說我這邊的比較好看 我是要嘟著嘴 你現在有要走這個路線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我要怎麼樣拍才會好看 我跟你講 交一下 你相機拿著 好… 第一步就是 要不要嘟嘴 我教你一步 來… 鏡頭過來 第一步我教你 第一步就是 這樣拍 這樣拍 你最好看 這樣很好看 你進來… 好像賭神耶 進來… 1 2 3 1 2 3 我這邊沒有鏡頭 我都沒看到 你好帥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這裡有看到 好帥… 你不知道我都問我老嫂幹什麼 你好像賭神耶 你知道嗎 我說你從我都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說 我沒有辦法上相就對了 不是啦 就是你的… 不是啦 因為很多人在拍的時候 還是要找… 像你覺得你的角度這樣 哪一個角度你是最漂亮的 我有分左右臉 我覺得左臉 我是左臉拍起來比較好看 我也是 左臉真的很電流 真的 那兩個人 那兩個怪怪 你哪一臉… 做藝人本來就是要不要臉啊 對不對 任何的一個活動 對不對 你就鼓起勇氣 就上去了 就這樣服務大家嘛 是啊 但是我看到說什麼 這個乃文 楊乃文 聽說他很喜歡拼拼圖 聽說拼了個4千多片的圖子 那要很有耐心耶 4千多 4千片要拼幾天幾夜 我都拼16片耶 16片大概要拼幾分鐘 你怎麼那麼沒有耐心 對 這4千片真的很難拼耶 有耐心 有耐心 但是拼到成功的那一剎那 有成就感 有成就感 對… 但更有成就感的是怎麼樣 更有成就感的就是 發騙這件事情 剛剛講完楊乃文發騙 這是誰發騙的 誰 接下來是我們的Nick周湯豪 帥到分手的他發騙了 而且他的造型是他的媽媽比利姐 親自為他打造的 真的 這讓我想到一首歌 世上只有媽媽好 有媽的孩子想個寶 沒有啦 這樣你的意思是說 他是媽寶這個意思嗎 對… 聽你說的 很敏感耶 沒有啦 好… 好… 來…我們來看一個新聞 對… 讓人帥到想分手的Nick周湯豪 27號出席時尚品牌活動 身穿衣型復古大衣西裝 俐落剪裁三發衣服帥氣男人味 對於穿搭 Nick說自己有一套穿衣哲學 當然這也受老媽比利姐的 時尚印象啦 新專輯造型正是老媽一手包辦 她大呼比利姐一直走在時尚間段 就是一件衣服你穿上去 你就知道說它是屬於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我自己 比較穿衣服的哲學 對… 與其說你去挑一個 你覺得很好看 或是現在當季很流行的 還不如挑一個屬於自己 比利姐本來就是一直走在 時代的尖端 然後她很研究 時尚這一塊 那我這張專輯的 全部的這個造型 也是比利姐打造的 睽違四年推出全新創作專輯 行程忙碌又單身的Nick 被問到想不想談戀愛 她表示真的太久沒出來了 想好好和歌迷朋友分享新作品 暫時不會有戀愛的打算 看來喜歡Nick的女孩們 要再等等囉 還好因為我四年沒有發片了 所以現在對我來講這張專輯很重要 我希望讓更多人聽到我這張專輯 所以剛開始忙而已 但是之前忙了很久 都是忙一些幕後的工作 所以我現在希望把更多的時間 放在幕前 然後跟很久沒有見面的粉絲朋友們 多多相處跟他們推薦我的新作品 最後Nick也透露 28號有萬聖音樂會 想參加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喔 會很猛 唯一一場我的限定簽唱會 在西門町的紅樓晚上7點半 歡迎大家來玩 因為是萬聖節 所以說希望大家可以打扮 一起來我自己會打扮 絕對是會很勁爆 甚至我覺得明天可能 大家會有點認不出來我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好 真的好演奏 帥喔 而且在演藝圈你們表現得 相當的傑出 唱片是一張一張的花 新的MV超帥的 帥到奮鬆 你們在主持人面前講說 超帥的 我們兩個真的有那麼差嗎 可是你們不走帥的路線 你們走的是一個幽默 完全否定我們的外表 我們也想要組偶像團體 大小阿虎 沒有 觀眾朋友 這不是我講的 只有他要走而已 沒有 沒有 我很喜歡我現在的工作 我喜歡諧星 我沒有那麼的夢想 大家好 我是小阿虎 我是大阿虎 我們是大小阿虎 沒有 這是他個人的意見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嗎 對啊 那個星哥在出唱片 表示說有承襲到一點血統 有 有他的幽默 對不對 其實星愛帶在這個演藝圈 要這樣子努力 就不簡單 因為很多人發展都很不錯 而且有給我們用那種放大鏡 在檢視他們 如果有一點點那個瑕疵 就想說 對不對 甚至有些人就說 就是因為他爸爸 他才可以就坐上那個位置 怎麼可能 我們都是靠自己努力的 真的 有些星愛帶真的表現不錯 你看那個趙... 趙又婷 他爸爸是誰 趙樹海大哥 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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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賣了一秒 賣了一秒 賣了一秒對不對 對不對 還有那個Sandy 他爸爸是誰 憲哥 表現得多優秀 真的 賤過啦 賤過啦 但是有很多的新二代 因為平常的工作上面 因為就是走在路上 會把自己當作是素人 但是有時候被人家挖出來 比方說余祥全 他比較隨興一點是不是 他是隨興嗎 我不知道 你說的 對啊 而且聽說有經過一個調查 說好像是有余祥全出現的時候 會怎麼樣 那個PDT上面有一個都市傳說 剛剛余祥全新聞出來的時候 台灣的股市就會大跌 有一個很可怕的都市傳說 什麼都賴到他頭上就對了 好可怕喔 大家現在很腳踏實地在工作 對啦 大家都看到 有目共睹的啊 真的 不是 我覺得 有些人就會落井下石 什麼事情都要找一個人 講說他們藝人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藝人 培養我們的下一代 也就是不遺疑慮 對不對 但是妳是沒有小孩子 我沒有 妳會不會想要生嗎 目前沒有 要有對象 要有對象 他有對象 但是不曉得要選哪一個 未婚沒有關係嘛 希望大家對我們新二代多多支持 真的 有很好的歌聲 好的演技 郭子晴也有新二代了啊 也有啊 對啊 他兒子在演舞台劇啦 你們都不曉得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多注意一下 演藝圈的一些 有 問狂 注意 注意 注意嘛 好 郭子晴加油 聽說下一段 吳怡霈可能會跟我們連線 真的嗎 可以不要面對這個現實嗎 不行 我們讓他知道事實也好啊 對啊 坐人家的位子 就是要跟人家連線 那我們討論一下 我們先進廣告 先進廣告 嗨 歡迎回到 就是於樂之阿鳳補賣 我是阿鳳啊 我是阿鳳啊 你是 我也是阿鳳啊 我是青啊 今天由我們四位的廣東 我來為大家恐怖啦 現在呢 吳怡霈 他人在哪裡 在日本 在日本 在日本去 路而島 工作啦 工作 由我們為他服務所有的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馬上給他call out出去 我們前面這一段的主持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他都有在看喔 他應該都有在看 但是沒有在看 他也要說他有在看 對不對 人到什麼地方 要注意自己的節目 我們call out出去 看我們兩個誰主持得比較好 好 不要緊張 刺激 不會 放心 不會緊張 好 我們來 一佩 一佩 嗨 嗨 你好 嗨 好多人喔 妳那邊好熱鬧 我們這邊也好熱鬧 對 我們現在在日本的路而島 妳在忙什麼 因為是日本的電視台邀請 所以我來出一個外景 跟日本一個很帥的主持人 他叫Takeo Takeo Takeo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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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妳有看到我們在 小鮮肉好嗎 小鮮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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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吃什麼 24歲的小鮮肉 二十幾歲喔 二十四歲 好小喔 好恐怖喔 他們在 預備啊 二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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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喔 我們今天在日本啊 然後出外景很辛苦 然後收工之後 妳看一下我們在吃什麼 喔 什麼豬肉 喔 火鍋耶 太過分了 那是松阪豬嗎 日本的豬肉 很紅色的好嗎 哇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它弄到 小布小布的鍋裡面去燙囉 欸 欸 那是這一段是美食節目嗎 什麼 蛤 儀佩啊 有沒有 好啦我們不要看妳 我會看妳吃東西啦 好 儀佩 快快快想不想吃 不想啦 吃不到啦 問妳問題啦 來來來 問妳問題啦 來喔我來吃給大家看喔 欸誰可以控制她一下 誰可以控制她一下 不要一直吃 大衛 來囉 不要帶來了 不要吃啦 不要吃啦 問一下啦 問一下妳覺得我跟那個大阿虹哪一個人 報新聞報的比較好啦 好好吃喔 完全沒有在理啊 我們在那裡 他完全沒有危機意識耶 對 你說你說阿虹誰報比較好 對 客觀一點 當然是洪哥阿虹啊 耶 不是不是 再加上助理 你還有一個助理喔 我的助理 我的助理 電子 是 我跟你講 就阿虹跟謝忻最好 等一下 好奇怪的組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一佩 我跟妳報告一下喔 阿虹搭配的是李懿 對 對啦 豪平搭配的是謝忻 沒有有謝忻喔 沒有有謝忻啦 他是跟豪平搭配 他是我的助理 妳再做一次選擇 我是阿虹的助理啦 不是啦 因為喔 李懿跟謝忻我很難選 因為這兩個都是我的好朋友嘛 他的意思是 我不是他的好朋友嘛 對不對 我好評不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當然就是 阿虹跟李懿跟謝忻最好啦 阿虹跟謝忻最好啦 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報告一下 跟你報告一下 好來 昨天喔 看你淚灑攝影棚喔 我心裡很難過 對 但是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其實喔 小梁喔 他是一個替死鬼啦 嘿 你聽到了嗎 你知道他在網路上被罵得多慘嗎 但是喔 我告訴你 因為今天製作人有跟我們說 真正要接主持人的 是黃豪平啦 嘿嘿嘿 不要推給我 黃豪平 黃豪平 嘿 沒有啦 我要比你中指 什麼要中指 我跟你講你要把黃豪平給封鎖啦 不要啦 不要啦 大家都是好朋友 以後我還是會邀請你回來這個節目 嘿嘿嘿 嘿嘿 沒有啦 不行啦 我跟你講 我下禮拜一就回去 你們不要在那邊笑醒我 下禮拜一 真的啦 其實你看喔 怡霈她一點都不緊張喔 好像豪平完全搶不了她的味道 真的 所以我開心她啦 那你有帶伴手禮嗎 當然有啊好不好 只要不要把我換掉 伴手禮吃不完好嗎 怡霈… 我是阿虹紅哥 幫我帶一下薯條三兄弟好嗎 不是 哪有人要這樣子order的啦 現場下禮拜 她說她選會很麻煩啦 真的嗎 好不好 薯條三兄弟六香 六香 六香太多了 白色戀人三盒 好挑本來的 那個米帶兩包回來 我們這些等卡總是要講 可以買到 我在鹿兒找房嗎 卡羅你媽 鹿兒找房 好 我們等一霈妳回來喔 等妳回來 好 開開心心的喔 開開心心的 回來可能就失業了喔 再享受幾天喔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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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起來吃得很開心啊 我們這個節目 真的是有情有益啊 有情有益啊 出外景去拍攝日圓